拥有一颗赤诚的心 你就拥有了朋友 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你就拥有了慈悲 当你拥有慈悲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佛性 台长告诉你们 财富是一种寄存 因为你不能把它带走 荣誉那是一道光亮 你没有办法将它永远留住 成功是一颗硕果 你无法四季都能品尝它的甜味 生命是一个过程 你不能让它停止 多说一点祝福的话 可以让别人感激你众生 平凡的才是伟大的 坚强的才是长久的 人的慈悲 那才是永恒的 所以很多人说 我想活得更长一点 台长告诉你 活得更长一点 首先要帮助别人 第二 拥有每一天知足快乐 你就拥有了自己生命的长度 哇